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的地产经纪余浩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租房 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租房 就是说我们不去买房子 我们去租一个房子 前几天我跟一个客户讨论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就是为什么很多西人 他就算他账户里存款有20万30万 他也不愿意去买一个房子 这个话题就让我想着很奇怪 或者说很有趣 从华人和西人的生活方式出发 西人很多时候更愿意有一种及时行乐的态度 很多时候他们觉得 我账户上有20万或者有30万 我也不愿意去买一个房子 为什么呢 他们可能觉得我如果去买了一个房子 我的这个30万的这个房子 这个价格就会变成一个首付 那么这个钱感觉就像是股票一样 去被套牢了 被套牢在这个房子里了 同时呢 他也因为做贷款 然后他有一笔欠贷 所以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双亏的一个局面 一方面是这么多钱 给了银行 然后或者给了卖家 然后自己没有办法去用这部分钱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买了一个房子 又背上一个很大的一个mortgage 所以又是一部分欠贷 所以对他们来说 租房在某些时候也显得更加的轻松 和更加的没有压力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稍微聊一聊 就是我对于租房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当然我先说这个优点了 租房的优势 第一个就是比较明活 如果我是一个租客 我来到一个大城市 或者我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肯定不会首先去考虑买房子的 首先是在我没有完全了解好这个城市 或者说我没有完全想要去溺足这个城市 以这个城市作为我的未来的生活地点的话 我一般会尝试去短租 比如说三个月到半年 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氛围 去了解一下这个城市 哪些社区会比较适合我 这个是一种方法 一种方式 就是会比较灵活 这个时候我会去考虑租一个房子 租什么地方或者租什么地方 租马康 租Richmond Hay 这种也好 所以大多数 我经历的大多数新过来的新移民 或者说从外省过来的一些新移民 首先是以短租为主 当然他们来到多伦多 我们中国华人的观念都是 我一定要去买一个房子 做自业 但是大多数人不是急于求成的 我一下子就要来买了 我来了二十来天 我来了十几天我就要把这个房子去搞定 所以大多数来说是以谨慎态度 在研究了一段时间或者居住了一段时间 他会考虑去买房子 所以第一点就是租房子是灵活的 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灵活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房子 我住的不舒服 我可以立刻去换一个房子去住 我可以立刻跟房东说 我今年到期我就不租了 我去换一个地方 我去换一个房子去住 这就引申到第二点 如果我没有太多的钱去买一个很好的房子去享受 我可以去租一个房子 我上个月换了一辆Car Lease 我从这个Car Lease的这个原理 就是付款原理 我大概明白了这些人的想法 这是一个什么想法呢 就是如果我没有钱去买一辆法拉利 但是我想去感受一下法拉利 我想去开一下法拉利 那我就去lease一辆法拉利 可能或者lease一辆这个奔驰啊宝马啊 这种很很好的车 我可能只要lease两年 然后我就把它退掉 所以住房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想法 我有时候呢 也会去想 如果说我没有办法去住一个五百万 四五百万的房子 那为什么我 我想去感受一下 享受一下 那我为什么我去租一个 我如果说我每个月付这个 比如说五千或者六千 我去租一个比较好的房子去享受一下 这是从灵活跳到第二点 我们可以去提前去享受 或者说我们去 不用准备那么多钱去买一个豪宅 但是我们可能去享受一下 这个豪宅的生活 或者豪宅的房子 就是可以从 可以用小部分钱 用car list的这个原理 我们只用付租金 比如说一个月付五千 就可以享受到一个很好的房子 当然如果以后 比如说两年租完了之后 我不想再住了 或者我觉得我供这个租金有压力了 我可以去租便宜的 这就是第二点 可以以较少的钱去享受到 这个比较好的房子 而不需要花几百万去买这个房子 第三点就是说 租房相对来说比较省事 不需要去付什么维修费 因为大多数的维修呢 都是通过房东去做的 如果是一个小白 房屋的小白去租房子的话 很多地方 比如说今天这个坏了 明天那个坏了 其实对于反过来来说 对于房东来说的话 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很多房东就必须要去义务的去维修这些东西 因为如果这是在安省的法律上规定的 如果比如说马桶坏了呀 比如说冰箱坏了呀 都是要房东去维修这一部分的 所以对于一个租客来说的话 他某个方面来说的话 他是省了这些钱的 同时他也不需要去付地税 所以在地税上他也省了不少钱 这就是第三点 所以在这个租房上面 其实他也是有不少优势的 另外来说的话 如果是大家问我 哎呀租房子那个会涨 如果我来了 这个房价涨了 我租了一年 然后房价已经从 比如从80万涨到120了 那怎么办呢 那我不是亏了吗 这个时候我们要 也要分清楚情况 如果你以这个城市为最多目的 而这个城市又不是像多伦多 这样的一个大城市的话 我们比如说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 涨幅有限的城市 比如说像这个多伦多北面的像Berry 或者说像这个小镇上 这个 哈米尔顿 或者说瀑布 这些地方 他的房价呢 其实并不是涨得特别多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租房相对来说更加划算一点 你在这个租完了这么一到两年之后 你会发现房价其实并没有涨特别多 因为他首先他价格就是低嘛 他可能就是五六十万 然后他涨也就是涨到七八十万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还是affordable可以承受的一个范围内 所以你要分清楚情况 当然如果在多伦多房价涨了很多 可能买房子要先做决定了 不能说拖太久 但是在一般的小镇上来说的话 三年五年都涨没有那么多的房租的话 我建议可以考虑开始先租这个房子 去感受一下 所以要分清楚个别的每一个城市不同点 涨幅过快的城市 还是先买为主 涨幅如果很慢的城市 可以考虑先租一阵子 再去想一下是否要买还是是否要去继续租呢 然后我说一下这个租房子的缺点 刚才说了几个优点 再说一下缺点 一个是第一点 对于我们华人来说 租房子很多时候没有满足你的漂泊感 你很有漂泊感 没有满足你的安定感 我常听这个客人说 就是说哎呀 我这个租在这个地方 一直感受不到这个城市 其实对于很多华人来说 租房子和买房子确实不一样 当然你如果买了房子 你就感觉心定在这里了 你会有一种杂根在这里 努力工作努力生活 然后养育这个孩子的这个心态 成熟一点的心态出现 如果是租房子 就感觉就是存在着不安定感 好像随时都要走人 随时都要离开这个城市的感觉 当然大家都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 因为看我这影片 大多数都是从中国 从国内过来的人 所以大家都明白这个漂泊的感觉 第二点就是说 在多伦多呢 房价涨得偏快 所以我还是建议 如果能赶快买 还是赶快买 因为如果你今年不买 租一年 明年不买再租一年 等到第三年的时候 你发现你无法去承受这个房价 我在这里有见过 七八年没买房子的 一直在租的这个客人 然后呢 他从当年的四十几万 可以买到一间单车库的小独立 变成了现在已经到九十几万 一百万 但是他 他的工资其实并没有涨那么多 然后租房子这些年 也花了很多租金在里面 因为这个租金是cost的 他并没有作为一个investment去做 这个租金都是交给房东的 房东是赚了钱的 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发现 他的租金每年花到两三万 如果把它存下来作为首付的话 已经是很大的一笔支出了 很大的一笔存款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房价涨得过快的地方 我还是建议优先去考虑买房子 租可以短租 尽量不要超过特别长的时间 然后在买完了房子之后 再考虑两三年住一下 发现如果不合适 可以考虑再卖掉再买一个房子 因为在多伦多的话 房子买卖是非常频繁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很多房子 两三年前上市或者一年前上市 然后现在又拿出来又重新卖了 所以房子买卖很平常 然后很多人呢 也通过房子买卖赚了一些钱 所以大家不要那个 所以大家要考虑在多伦多这个范围内呢 如果说是有足够的资金 尽量还是优先考虑投资房产 因为你投资之后 你付的mortgage也是你的saving的一部分 以后你卖了之后 在房子增值的情况下 你这笔钱都可以拿回来的 这就是第二点 在大城市呢 investment的话还是比较重要 就是买还是比租划算很多 因为来回的换房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第三点呢 也是跟于华人有关 就是面子也很重要 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落户了 然后很多朋友一起玩 然后你会发现 他说这家是租客 租房子的 然后另外别的都是买房子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华人 攀比心还是比较重的 所以他有租房子的这家人家 很容易去产生一种自卑感 当然那个买房子的 那个拥有房子的那个 不一定会去嘲笑他 但是租房子的自己家里呢 也会产生一种自卑感 其实呢 这个我觉得不存在 也不是特别在意的事情 但是作为华人来说呢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种感觉存在 然后呢 还有他们的孩子啊 也会去有一种这种思想去攀比去 所以我觉得华人来说 面子还是很重要 房子呢 该买还是要买的 好 上面我就大概总结了一下 租房子的这个 优缺点 缺点和优点 当然我觉得个别情况 个别考虑 我说的也不尽是全面的东西 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 就是资金状况去考虑 租房子的这个 所拥有的这些问题 包括买房子所拥有的问题 当然如果说是 新落户多伦多的这些人家呢 可以考虑先租一阵子 三个月左右 或者甚至更短的时间 去看一下这个多伦多的房市发展 然后了解全面 当然我说的这个时间呢 不一定是长或者短 有些人可能花两三个星期 就能全部了解多伦多的这个房市发展 有的人可能花半年 都没有了解好 所以这就要看大家的心态怎么样 大家这个 对于这个房产的这个投资的这个 积极性怎么样 好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再见